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 在生活中如何修行 有时候讲到修行 也不一定要到寺院里面 也不一定想老审日丁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做人出世了 都应该要有修行 都应该要有修养 第一点 在以色住行里的修行 比方穿衣服 只要破户包裸就好了 吃饭只要吃饱就好了 猪只要空气流通 安静就好了 这个行啊 你骑马来我骑驴 看看眼前我不如 回头一看腿扯看哪 鼻上不坐 鼻下鱼 所以我们在这个以色住行里面 只要蛮庄 只要配合我们的身份 就是修行 第二 这身心互动的里面 修行 我们谜天的一个人 对 手要做事 脚要走路 眼睛要看 耳朵要听 这个心里要想 要封闭 所以在这个身心的互动里面 你手不要打人 追不要骂人 眼睛不要随便乱看 所以君子是莫说是 是手说子 局心动念 都应该想到 好情好理好法的事情 这个时候在身心 活动里就可以修行 第三呢 在人际关系里修行 总有人无关系 有时候人无相处 不要在人前 看不起人 基督人 人 欺负人 这是个人际关系 总给人家尊重别人 所谓你大我小 你由我无 你落我苦 能这样子去想 就是促进人际的关系 在这个景前财务里面 也好修行 自己不要太过自私 太过贪心 其实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的这个修行 可以在以色族行里修行 可以在神行活动里修行 在人际关系里修行 在景前财务里 都可以修行的 就在 Lives 我们都是台队的 在那边 支持者